聽了石友山火燒少林寺的經過 重新政府想要除掉石友山 是透過高素勳 而且高素勳他還完整的寫了過程 等一下老台也會展開來說 但是到了現在知道高素勳的人不多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個性或者是作風 孫連仲他說他是忠於中央 為何又在那個情況下反講 高素勳是河北省延山縣人 他最初也是類似像世衛這樣子的人 他因為聰明了又有受過一些現代的教育 所以被培養起來 1926年9月17日 冯玉祥在五元四世宣布全軍加入國民黨 所以高素勳他就變成了國民黨了 隨著冯玉祥四處征戰 最後做到了代理青海省省主席的位置 那我們也其實很好奇 他是如何跟蔣介石產生的連結 冯玉祥打輸了這場中央大戰之後 高素勳就接受了改編 最後接著新八軍的軍長 也代理過河北明軍的司令 真心覺得那個年代真的是千奇百怪 什麼都有 建國御軍河北明軍 這些名稱五花八門的 名堂非常的多 河北明軍他的串使人是詹映武 這也是很有名的人 也是一個反共奇才 我們大會來講在抗戰爆發之前 石友山其實已經跟日軍有一些互相往來 日本甚至想要扶植他主持華北自治軍 類似像這樣子的部隊 那弘玉祥底下的五輔將之一的宋哲遠 那個時候為了要避免石友山搞出位組織 就任命他為紀北保安司令 後來聽到石友山又動搖 立刻就說不要緊 我早有佈置會有人立刻幹掉他 那根據代曆手下四大金剛之一的成功述 在他的北國初歸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軍統很早就想要制裁他 只是都沒有成功 這樣看起來 這個國軍是準備要洗門風的節奏 宋哲言勝敏 所以第一集團軍總之力 改由西北軍的龍志安來出任 那因為那個時候國軍已經沒辦法在河北立足 所以戰自中、石友山、高速勋等等 這些部隊都撤到了河南還有山東這一帶 那根據高速勋的講法 石友山那個時候跟八路軍是有聯繫的 也與日軍有聯繫 那重慶方面既怕他投日 更怕他跟八路軍有互相往來 所以後來重慶中央派了詹炎駿 20多個政工人員到石友山的總部 那這位詹炎駿後來有單選立法委員 也有來台灣 在抗戰前軍統早就想要制裁石友山了 到了抗戰看起來重慶的國府對他更不放心 高速勋說石友山好幾次命令 他率領部隊跟八路軍作戰 結果他都拒絕 後來石友山的部隊被高 八路軍壓縮到了濡洋這一帶 他也沒有發兵去救石友山 因為兩邊的關係是越來越快 可是石友山卻常常還是派他的親信到他那裡去 試探要不要投日 總之因為石友山跟日本走得越來越近 被派來的監軍詹炎駿 他認為說已經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 連他自己都怕被做掉 所以有一度跑到高速區那裡去住在他那裡 兩個人也經常討論說要怎麼樣去制止石友山的這種行為 雙方關係越來越差 又不能挑明了 我們就直接翻臉對著幹 後來又發生什麼事情 1940年的秋天 石友山突然間宣布說他要娶武怡泰 是一位林小姐 為了要籌辦分審 這位林小姐路過濟南的時候 被日軍給揭留 日軍就派人林小姐她的女佣 代話給石友山說請石總司令 親自來濟南來接林小姐回去 石友山不方便去濟南 所以他就派他的參謀長等等去交涉 最後簽訂了秘密協定 第一石友山的部隊向大明方向靠容 並且通電支持華北政務委員會 第二石友山擔任河北省的省長兼治安軍總司令 第三部隊到達指定地點後立刻發一個月的全響 這樣聽起來石友山他是要為愛下海 的確要為愛下海 等到婚禮過後 孫良城 詹炎俊還有石友山的參謀長 就是被派到濟南去的 他們有一次就一同來到了高速勳的軍部 就談到了石友山投敌的行為 大家都覺得說已經要成為繼承的事實了 可是還是應該要採取一些什麼對策 最後有人說李福河想當漢奸 他就有個部下環宇宙出來把他給幹掉 難道我們這邊都沒有第二個環宇宙嗎 高速勳說他那個時候現場不方便表態 結果詹炎俊對他說我們從重慶來的時候 路過洛陽魏立法曾經秘密的指示 要設法阻止石友山投敌行動 必要的時候可以相機處理 中央方面不需要顧慮 就看你們的 所以這樣聽起來高速勳是要對石友山下手 所以他們就設計了一個兄弟肯談會 邀孫良城還有石友山過來 那在1940年11月下旬 根據高速勳的說法 他有一天他在野外帶領部隊出操 突然間看到遠遠的地方 城土飛揚 果然就是孫良城還有石友山都過來 高速勳立刻把他們請到軍部的會議室 沒有多久有一個勤務兵進來報告說 太太有請軍長這個是一個暗號 孫良城不知道他就拿起火箭 在那邊拨著火盆中的炭火 然後就說太太的命令誰敢不聽 趕快去 高速勳他就立刻就說失陪了走出去 這個時候衛隊營的營長就進來報告 說石友山帶來的疾病點都已經被解決了 高速勳一聽就命令直接把石友山給逮捕 對於這樣子的變故 石友山那個時候大喊 說你們要造反了我是總司令 那在旁邊的孫良城他也愣住了 摔東西大罵 高猴子你騙了我 大家都是西北軍的老弟兄 換得到這樣子嗎 所以石友山他就這樣子被殺掉了嗎 高速勳他就對孫良城講 這個是中央的意思 我已經跟九十六軍的米文和 這個張宇婷的兩位師長都已經三兩好了 石友山到哪裡就扣留他 並且把他拿掉了以後呢 我們大家一起好看戰 高速勳呢 當場就和必載易還有 有張嚴峻聯名向魏力環報告 扣留石友山的經過 並且這個電報是由張嚴峻 他所攜帶在電台發出去的 接著呢 張嚴峻認為我是中央派來的人 附有相機處理石友山的使命 決定立刻把石友山就立正法 大家一致的同意 所以就再次的向魏力環報告 很快的收到回電 所以就石友山就立刻就被解決掉了 這一段我相信過程一定是十分的精彩 高速勳的文章裡面 並沒有講到怎麼樣子 詳細的解決過程 大陸有一些文章是有提到 甚至有一篇是清理者 就是他說他目擊到 他的講法是到最後 石友山是被強迫散掉 也有其他的說法是說他是被活買 他的弟弟 飛行員出生的弟弟石友信 那個時候也被解決掉